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但是一万二太贵了 九千行吗 这位老板看着眼生啊 咱们这是私人拍卖 不是门口地摊 没那讨价还价的规矩 在这儿喊价只能往上走 没有往回跌的 您要真喜欢叫家家 德叔不是说了吗 千万别卖 我就要买这一件 还想多买 咱们也没钱啊 老板 如果这个东西流拍对您来说也是损失 要不这样 就少点卖给我吧 他们 他们都说是眼皮了 怎么还卖啊 你想好了没有 这位老板 您要想买个乐呵儿 出门往右转 还有几个地摊 兴许适合您 这幅画 一万二 是一口劲儿 您要是真心喜欢 要不 您再凑凑 我说啊 有点过分了啊 这年轻人喜欢咱们老总的留下来的一些物件 好事啊 也是啊 小伙子 就差三千 得嘞 看您刚才拍的吗 谢谢您啊 马老板 女人真好 好什么呀 记下点乱 小庄师父 您以后叫我马多就行 我说 这一晚上也没见你出手 总得就单盯上这幅画了 一万二买 名家真迹 这也基本上不大可能 而且肯定也没什么生殖空间 不过也没事 刚入道 就算交个学费吧 好在化工还不错 马老板 不 马哥 您有时间吗 怎么着 我想带您去我老师家一趟 老师母 哎呀美 拦了 拦不住啊 这画手艺不错 李端端图 块儿还落的是唐银唐伯虎啊 提拔用章都挺有唐伯虎风范 那 字 画 书 印 都还挺见功底 还行 可以 那您的意思是 这不会是真迹吧 这幅画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这纸不对 对 这纸是乾隆年间仿五代南唐成兴唐制的纸 又是皮料做的 纸比较厚 当年的表画店就喜欢在接根表的时候用这种纸 而且这个应该是一副杖二匹裁成一半的纸吧 要不然那后头角落上会盖一个清乾隆纺成兴唐制 这清乾隆年间的纸 那也得有几百年了呀 这 对呀 乾隆年间仿的 不然呢 那不还是假的嘛 跟你说说让你别买 验品 你是什么原因让你买这幅画啊 不知道德书您注意这一块没有 这个部分你都注意到了 装表方式特别奇怪啊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不是 你们这 这打什么哑咪呢 难不成这里边还 还有玄机呢 有没有玄机还不好说啊 你们先喝会儿茶等我一会儿 真相立刻揭晓 我这可是完全 完全看不懂啊 这 怎么回事 不是 我已经听晕了 这 这 这 应该是卷轴 卷 卷轴怎么了 据我的了解 这种装表的工艺 是在扬州 苏州 上海周边 类似于解放前的一种装表工艺 叫做仿骨装池 主要是为了书画名家跟收藏家 装表珍贵书画所用 嗯 一副宴品 用这样的方式装表 让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买过来 也想找德叔长长眼 然后呢 然后就买了 这 这怎么变得两幅了 对 上面这幅 唐宝虎的风采确实有一点 但是你光看这纸 就没什么好研究的了 防瓶 但它下面藏的这幅就完全不一样了 笔出干净利落 字也有精神 你看它的衣服 人 石头 画得多生动 老先生您是说 这假的在这针的上面 嗯 这是针迹 嗯 刚才庄睿不是说了吗 装表有问题 我就把上面这画一揭开 结果针迹就出现了 哎呦 庄睿 你个真神啊 我的天哪 兄弟 这大路你也能见着 你真是了不得了你啊 庄睿 你是用所有的钱买这幅画的 是不是有所发现啊 对 我也是发现了装表方式 因为您给我的书上曾经记载过 就在战乱时期 有人用这样的装表方式 去保护一些珍贵的画 把假画放上面 把真画放下面 所以我就买来 想找您验证一下我的想法 嗯 活靴活用 举一反三 该出手的时候又有魄力 不错 真不错 道书 那这画能值多少钱 呦 这不好说了 多少年拍卖场 也没看到唐某虎的作品 骑马千万起跳吧 多 多 多长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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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瑞 老天员听到我的心声啊 我怎么说来着 天无决日之路 千万 一千万啊 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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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兄弟 这话一千五百万 我要 听着倒也公平 得嘞 谢谢 不 你要是觉着少 我再给你加点 马哥 如果你想要这幅画 我五百万给你 五百 兄弟 刚才买画的时候 您给了我三千 所以这幅画 有您一份 别别别 那钱是我给你的 那一码归一码 咱们等我 如果没有您 我可能拿不到这幅画 所以 就当是我谢谢你的 哎呦 兄弟 那你这可是一份大情 这年头能见着这样的小伙子 真不多 又实在又讲究 得嘞 那这份请我就算领了 你以后有需要 用到我马哥的地方 你随叫我随到 你先得告诉我账号 我把枪给打过去 哎 那个 我告诉你 我叫账号 不是 这这 是一码事是吧 你们俩 来 马哥 我们在这边 坐下来 别转你 你得这样打贴 账号 人小谷的账 不错 不做不做不做 不贪财 讲义气 我喜欢 装表的这么细微的地方 我都没看出来 被你发现了 你这双眼睛厉害 可遇而不可求 你该才半个月的功夫 你能看出两个大漏来 说你是冯泉在世都不为故 把盘克送走了 我把要马上到证 本来一千五百万的 诶 德叔 冯 冯泉是谁啊 冯泉 就是 蒲苏玲在那个聊斋志里里头 写了个小故事不是 就提到一个叫冯泉的人 他无意间救了一只憋精 那么这只憋精为了报恩 就给冯泉一双无微不察 无宝不试的一双慧眼 得了 从此以后享尽荣华富贵 那德叔叔的没错 你就是冯泉在世啊 你小子啊 要不然好久就可以清书于蓝 而胜于蓝了 谢谢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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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